欢迎回来 为了赶搭数码经济列车 政府大力推广国内数码经济快速增长 首相纳德斯里伊斯迈·沙比利说 我国有能力实现百分之百的数码包容性 以弥合社区之间的数码鸿沟 他认为公共和私人界合作推广经济 不但是可以促进创造力和经济领域 也能够帮助政府节省开支 首相今天为华为顾客解决方案创新中心 主持推荐理事指出 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 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 将会专注于促进数码经济 尤其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推动 预计到了2025年 国内的数码经济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.5% 为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华为大马将会协助我国政府 达至全面的数码包容性 通过制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加强大马一家精神 中文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造成功 中文字幕制作人